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名普通的打工人 可是因为网恋 他的生活变得不再普通 一开始他对我很体贴 出手也大方 我们很快就确立了网恋关系 你好 浩瀚清河让我送晚餐过来 谢谢啊 这不是是那最贵那家酒店的餐盒吗 之前网上说那里的菜贵得离谱 还只接待会员来着 平时和浩瀚清河玩游戏的时候 倒是能从他的谈吐里猜出他是个精英男 可他原来这么有钱的吗 按时吃饭 照顾好自己 游戏一天不上没关系 跟手下的人说你看上去好像不太舒服 我已经让他去买药了 今天就别玩游戏了 一会儿吃了药 好好睡一觉 如果药太苦 就寒可疼 和我谈恋爱吧 接着不久 他就要求跟我面接 明明乖 我得打装备了 我这么乖 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乖巧 有奖励 下周我去你那边 登命给你 下周我去你那边 登命给你 你 你要来找我 想见你 如无意外 下周一能到 你来接我吗 好 我去接你 当时我为了见他 还精心打扮 连那里都喷了香水 谁知见到的却是 许鸣 这 这是我老公 一身肌肉 脸上还有一道疤 是不是长得有点 太凶了 其实我更喜欢 文质彬彬那种类型 明明呢 这个背着 超可爱 兔子背包的 西装小正太是谁啊 我是不是犯罪了 香水 穿的骚 天雷高动地火 千语的大门 正向我敞开 我原本以为网恋老公 是一个文质彬彬 温柔多金的男人 可万万没想到 他根本不是人 其实我是血族 也就是你们人类 所说的吸血鬼 我的真实年龄 已经近百岁 但我们血族有种能力 可以随意控制 自己的外貌 幻化成各个年龄段的模样 其实 早在一年前 我就和明明有过接触 当时只是单纯地 被他干净的血液香气所吸引 相处后我才发现 如果把这么可爱的小家伙 当作食物 就太可惜了 别调皮 不洗澡不能上床睡觉哦 你的身上好烫啊 小小一只蝙蝠 还会害羞啊 当时正赶上族里有事需要处理 我便离开了 可离开后 我越来越想念这个小家伙 于是就开始通过游戏和他接触 老公 我要亲亲抱抱举高高 人家好怕怕 老公你帮我 老公 虽然隔着屏幕 闻不到他身上诱人的食物相亲 但我却越来越想要把这小家伙 揣在怀里 拆骨如缝 即使从未接触过爱情 我也知道 我对他不是单纯的想吸血的低级欲望 而是真的想接近他 了解他 真正地拥有他 可是经过深入接触 我就发现 明明的体内竟然 嫌疑人落网后 向我们阐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小明与嫌疑人浩某之间 又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点击收藏 一个精神病原著 三只雕出品 倾听漫语工作室制作 现代玄幻广播剧 网恋老公叉叉碎 带您走进他们的故事